专业是这对母女的共同价值 也是相互要求的标准 我穿错了 不要挨 我只是 这个不是我的专业 就不要穿 国台语街流利的林丽禅 其实是台湾人口中的外籍配偶 十四年前从东南亚的柬埔寨 嫁到了台湾彰化 生了一对儿女 在异乡落地生根的她 除了文化和语言的适应 教养子女的过程中 也屡次受到挑战 以前在教她们数学的时候 她说 你会算吗 你确定你算得对吗 还有啊 是不是 打球啊 她就会觉得说 你就不懂 我就怎样怎样 因为她觉得打球是她的专业 所以我就决定了 我要去考一个那个评审 那个裁判 然后改天我就跟她讲我的专业 专业是这个家的裁判方式 怎么样叫做专业 成绩就是最好的证明 于是林丽禅陆续考取了专业美容证照 成为社区大学的专业讲师 眼看着即将就要再考一张 网球C级裁判执照 谢佩如大从心底 佩服自己的母亲 可以跟别的外国来的人不一样 我怎么说 就是妈妈比较会化妆什么之类的 然后会翻译啊 既是外籍配偶 同时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又是专业美容师 移民署翻译志工 多样性的角色 在不同时间点 排满了林丽禅的生活 其中专业美容师的身份 让她在结婚忘记里 更是分身法术 可以常看你的化妆包 都有历史的 对啊 你什么时候开始 放心那样子的化妆 应该是五年前有把望了 一双巧手 快速地在化妆箱 和新娘的脸上来回移动 从容不迫 游刃有余 还能够和新娘子说说笑笑 适度安抚新人的心情 十四年前 她万万没有想过 有一天 她能过上这样的人生 好美哦你 谢谢 谢谢 天山栗子就是这样子 在加算有人的乔首 你是柬埔寨人哦 对 好酷哦 酷哦 我也觉得 而且你的读语那么标准 听不出来哦 对啊 那你来得很久了吗 十四年了 第一次听到来自柬埔寨的外籍配偶 总是容易引起好奇 她并不避讳这个身份 而且还相当以来自于 由古文明地标的国家为荣 好 这一张没有笑容啊 我没缺您回来这么急啊 好 一二三好 来 妈妈这个 土耳朵就转过来 妈妈妈你有要教啊 女儿 宝贵夫啊 宝贵不听话吗 好的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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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传统嫁取的仪式反复 规矩不少 但是跟自己国家的习俗比较起来 似乎还算是简单的了 作为造型师 在每一回嫁娶的场合 林立产仿佛也看到了当年的自己 喜庆热闹之后 十多岁的年轻少女坐上了飞机 成为台湾人口中的外籍新娘 每一次坐完新娘 人家在带别啊 妈妈在哭 然后我也跟人家哭的 对 就在那边也跟着人家哭啊 因为一离开就是很早才能回家 对啊 还蛮严的 所以每次我玩新娘 他们在拜别我都跟着他们哭啊 他们只有二十分钟 你是嫁到另外一国家吗 对啊 那要好几千公里吧 这里就迎起的队伍 好长好长 我们的迎起就是一百多盘 然后让每个人都一人拿一盘 前来迎娶新娘的男方只有一个人 为了迎合当地风俗 整村的人分作两批 一批充当男方的亲戚 另一批则属于女方的嫁娶队伍 语言不通 靠着匕首画脚沟通的两个陌生人 从此成了牵手的伴侣 你跟你先到结婚之前约会几次 一次吧 就一次 也没有约会啊 就他去柬埔寨玩啊 然后一起出去玩 也没有单独啦 就全部的人啊 家人啊 原本只是到柬埔寨旅游散心的先生 返回台湾前 定下了这一桩婚姻 从认识到结婚 只花了三个月 跟着先生泄水晶 踏上了台湾的土地 林丽禅开始了他另一段的人生 就是人家泽水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